诗心,我心,曾美云,一纸黑色公事包 台北学院七楼的慈心文教联合办公室 一个寻常的早晨,九点上班钟声刚响了不久 曾美云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 听见声音,抬起头来,就见到了日常师傅 他拿着一只小小的黑色公事包走了进来 师傅指着公事包,和蔼地笑着对曾美云说 这个,大伙儿开完会后,我再过来拿,请你先帮我收着 面对师傅突如其来指派的任务,曾美云有些忐忑 左顾右盼,寻找能放置师傅公事包的地方 最后,眼神停留在一旁的落地书柜上 曾美云问,师傅,放这里可以吗? 师傅轻轻点头说,可以 并看着曾美云弯下腰 小心翼翼地将黑色公事包放入柜子后,才转身离开 曾美云目送着师傅离去,坐回桌前继续守边的工作 期间不时回过头查看柜中的公事包是否完好 师傅小小地交付,他慎重地放在心里面 当时曾美云刚进法人不久,正经历人我互动的调试 内心经常是矛盾复杂的,自己也说不分明 就算有机会见到北上洽工的师傅 他的思绪仍然像毛线团纠结在一起 完全不知道可以向师傅求救 中午时分,师傅开完会 一个人走回办公室门口 曾美云马上拿出公事包,想要递给师傅 出乎意料的,师傅没有伸手接下 反而对曾美云说 我还要上楼,请你再帮我拿到十二楼办公室 师傅以充满智慧的眼神凝视着曾美云 随后没有丝毫地停留 转身走向楼梯间 略显销售的身影是那样从容挺拔 曾美云愣了半晌才提起公事包 匆匆跟上师傅的脚步 师傅身咖啡色僧鞋 一步步踩在浅灰色的楼梯上 步履扎扎实实,不及不徐 每一步的间隔像是稳重的钟摆 是那么的笃定,却又带有一丝柔软 仿佛在诉说着坚定的心智 不畏世间纷扰 曾美云跟随师傅一接接向上的步伐 爬楼梯的揣袭和她分杂的心绪 神奇地平复了下来 当她将所有心思全放在师傅的脚步上 内心的杂念似乎经过一层滤网 她感到一切变得格外宁静 曾美云静静听着左边胸口的心跳 让师傅的步伐频率带着自己缓缓往上走 一步,一步,再一步 一股极其温柔的力量 从前方灌注到她内心深处 消散了纠结多时的沮丧与沉重 鼓舞着迷失的她,无需害怕 慢慢抬起脚 就能向上,继续跨出下一步 那一步无需费力 是充满欢喜,自然轻松的一步 过往的纠结愁苦 她一字也未曾向师傅提起过 但师傅仿佛全然理解 二十年过去 那一小段由师傅带领向上的时光 是曾美云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